哦,好好好,他们走了,赶紧走 今天晚上是解放军三军一战队的最后一次排练 那么他们本次排练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做准备 当然我也不想错过这么好的一次机会 可以去到现场 并且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看到 来自我们中国军人的队伍 我刚刚一出来就吓死了 因为我出来的这铁站就是坦克部队 因为本次的目标不是看坦克,是看一战队 所以我就不做多停留 然后继续往前走,不然会赶不上一战队的训练时间 虽然我看过很多次也是阅兵现场的 但是这么近距离地看这种不痛的坦克 还是投一回 哇,天啊,太多了 虽然明天还是工作了 但是现在看还是蛮多人大半夜过来看阅兵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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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人群已经开始聚集的越来越多了 但是特别慌是因为 特别少人戴口罩 我感觉我是唯一的一个戴口罩的人了 然后他们这个队伍会从上面往下面走 已经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一让队排列的那条路道上空过运气吧 因为我已经不太记得这种排列 到底是人先开始呢 还是坦克这种装甲车开始 可能我已经错过了 但既然都来了不如碰个运气吧 我觉得太酷了 Oh my god 我今天我要找一下我们国家的仪仗队 这是基本上全各个国家都有 因为我看到有不同的国旗 然后他们都盯着我看因为我拿着相机 我已经看到了 身后就是我们国内的仪仗队 幸好没有错过 好 原来我已经来晚了 他们已经排量过一次了 就是排量完之后结合在这个地方而已 哎呀还是来晚了一步 但是至少还是能看到队伍我觉得还是很高兴 请问你们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是吗 呃 有什么感受想问 这两天在这边演示 就开练 我感受的就是 没好 挺好 是第一次来俄罗斯吗 是 感觉怎么样 这两天在这边的话 我都会答你一个问题 OK OK 谢谢 谢谢 其实今天来现场的人还是蛮多的 我要用一下手机 等一会儿给你看 好 好 好 他们走了 打搞掩eso 打搞掩 Basil 打搞掩 这将军和强盛 我早就做起身上的指引 我们是不所谓的骄傲 我们是人民的国庸 当世间祝福我们的风采 当无所谓的国庆 我们是人民的队伍 人马没换的一条走廊 人马没换的一条走廊 那么今天这一个最后一次排练也就这么结束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震撼吧 又看到坦克又看到了各个国家的表演和排练 我觉得这还是我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排练 因为前几年我都是在当天去看这个活动 但是这样还是第一次 我觉得这样我更加期待24号那天的正式的阅兵 但会不会去到现场就真的很难说 因为俄罗斯人都不太戴口罩 所以得好好考虑 也许可能在电视上看也会有什么不错的选择 其实现在已经是莫斯科时间的快12点钟 在我身后这个镜头其实是红场 也就是阅兵那天的核心地方 但其实你有听到这个喇叭吗 就是还在播放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阅兵的排练并没有结束 只是说我们也进不去了 我觉得还蛮辛苦的 就是晚上排练 我还得排练的这么晚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能够 给我们全世界带来这么精彩的一次阅兵表演 谢谢你们